来看看新闻吧 周星驰再度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带来的全新魔幻巨制 西游降魔片 虽然孙悟空西天取经的故事 周星驰早在17年前的《大话西游》里 已经有过演绎 但周星驰总认为 这个故事是他挥之不去的电影梦 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 里面的那种想象跟创意 其实对我来说 就不只是一个小说那么简单 它简直是一个 就是一个经典 我就想把这个过程 就再去 再去 加一些新的东西 去把它表达出来 也要很长的时间去准备 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想 这次全新推出的西游 讲述的就是由文章饰演的驱魔人玄奘 如何收服孙悟空 沙僧和猪八戒三位徒弟的故事 而在玄奘普度众生的过程中 又陷后对他一片痴情的段姑娘舒淇 由此展开一段旷世情缘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 与舒淇有前置展开旷世恋情的 既不是玄奘文章 也不是孙悟空黄渤 而是导演周星驰 因为在此前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中 周星驰都不断对舒淇表示好感 但周星驰在面对我们的镜头时 却连忙解释说 所谓的表白不过是为了炒热现场气氛罢了 苏小姐我不敢 早如你要去做一个事情 你就马上去做 早如你想去爱一个人 你就马上去爱 我是觉得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时间不能再浪费呢 那种感觉 睡得也越来越小 你记得老人家都是睡很小 很早就起爱 从2月2号起 周星驰的新作《西游小摸片》 就开始陆续向全国媒体记者提前供应 不少已经观看过影片的记者表示 该片虽然秉承了周星驰喜剧的一贯风格 但有些情节却十分惊悚 前面诡异的气氛太重 猪八戒出来的时候 萧綦已经快吓得眨眼睛了 恶的青娘呀 简直是极吓死笑死感动死惊讶死于一身的电影呀 3D效果也很震撼 星驰太有才了 值得一看呀 不过我胆子太小了 害怕呀 面对记者们的吐槽 星驰表示十分理解 据她透露 重口味的情节设置 是自己为了烘托影片气氛特意设计的 确实是比较重口味的 我觉得 坦白说 我觉得困惨是小孩子的 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有害怕的感觉 也是我们这一次派这个西游的其中一个方向 就是把这个妖怪这个部分认真的把它做出来 就是妖怪就是一个可怕的妖怪 它是吃人的 它就真的是吃人的 娱乐星天地 孟祥云张之静 上海采访报道 不是 是 好